大家好,排骨不管怎么做,切记不要直接焯水,教你一招,排骨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排骨非常好吃的做法,下面开始操作 先用排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然后加入清水让食盐化开 把排骨泡在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泡好之后冲洗两遍 把排骨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 冷水下锅可以使排骨受热均匀 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的释放出来 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漂着的就是排骨内部的血腥释放出来 预热然后形成的,这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 把这些浮沫煮出来,这样排骨就没有腥味了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然后把排骨捞出,再清洗两遍,清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处理好的排骨 不管是用来煲汤还是红烧 做出来都是特别的鲜嫩 不腥也不柴 把排骨放入砂锅 加葱姜和干辣椒 再加入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再加入半罐啤酒 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排骨 盖盖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然后大火收汁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非常美味的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